跳脱以往的升旗典礼 花蓮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为了迎接崭新美好的第一天 邀请游客用双脚轻触草原 享受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 深呼一口气 品尝花蓮独有的清新空气和纯净大地 而饭店也以奶油制作大型的国旗蛋糕 让游客以奶油装饰国旗 在清澈无瑕的山景程序当中 用身心来体会新年的第一天 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2022年的第一天早晨 邀请游客用双脚与大地进行一场 零距离的亲密约会 接地气的有氧运力运动拉开序幕 房客们跟着老师进行有氧运动 慢慢地活络全身筋骨 将2021年的换心情此刻完全消失 来清理这个跑步的动作 哎呦 新年快乐 而大家迎接元旦的重头戏 就是升旗典礼仪式 今年有别以往 将中华民国的国旗制作成大型蛋糕 并且邀请房客利用鲜奶油几小国旗 一起为国旗蛋糕点缀装饰 为新的一年及未来取下期望 在一个白色的蛋糕体上面呢 我们可以把国旗服贴在上面 代表我们非常的爱国 那其实大家在画面里面也可以看到呢 大家把小国旗一个一个的贴在蛋糕上面 别具有意义感 那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呢 那最主要感觉上每一年各县市都在办升旗典礼啦 或者是看日出啦 那我们今年呢也刚好得到最美饭店 台湾最美饭店的四连霸 那我们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广大的一个森林 绿地 那希望呢 大家呢 在新的一年 1月1号 第一天呢 就可以在这么美的饭店里面 做一些输压伸展 那所以我们也请了 绿洞老师来跟我们的客人 还有我们的同仁呢 一起做一些绿洞伸展 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今年同时推出 丰虎云春年菜外带 每道料理皆以健康手法制作 单品六样精选年菜 优惠价4175元 满足所有主服务的需求 让妈妈们可以轻松过好年 记者凌桀 寿风箱采访报导